就在前些天呢 我们淋漪本地拦截了一辆猫狗运载车 满满一大车全部都是猫猫狗狗 救助人员跟我们联系了以后呢 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准备了一些物资 在整个救助行动当中 我们本地的相关部门就已经插手了 所以这次救助还是比较顺利的 只不过对于后续的安置 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去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当我真实的看到那么多毛孩子的时候 还是没有忍住 这可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参与救助的人员呢 很多都是大学生志愿者 他们在课余时间就会过来帮忙 而这些毛孩子呢 以前应该都是有爸爸妈妈的 他们的性格都特别的好 特别黏人 还有一只小猫咪生了宝宝当了妈妈 这个狗狗比较特殊 它是所有救助的狗狗当中 个子最大的一个了 也是因为它个子比较大 塞不进去那个狭小的笼子 所以那些贩子啊 就把他的腿给打折了 他胆子非常的小 不要人触碰他 所以我们就用笼子 把他带回了家 我们决定带他回去治病 领养他 回去的时候呢 要全方面的消毒 这一点我们也是比较注意的 因为毕竟我家狗狗比较多 可以 邪家伙 带你回家好不好 你不要害怕 给你取一个名字吧 以后就叫长生 现在这个救助基地呢 不需要大家的捐助 物资目前也是够用的 我们只希望 如果你正好想养一只狗狗 或者猫咪的话 可以先来这里看一下 目前唯一的诉求 就是给这些毛孩子 找到一个家 不一定非得要给他们 多么优渥的生活 只要是真心爱他们 就够了 请不吝点赞